难道只有我一个人体重是长了的吗 今天和大家来聊一聊跟牛公公跳操的一个感受 我跟他跳操大概有三个月的时间了 最开始也是因为疫情被封锁在家里面 首先先来聊一下关于体重的变化 估计很多朋友最关心的就是体重到底如何了 很多人说自己一个月就掉了10斤 我那不仅没有轻下来还长了 最多的时候是长了将近10斤 我开始跳的时候只有158斤 前段时间上秤的时候已经快逼近170了 那么很多朋友在能完全跟下90分钟之后 会发现自己的胃口食量突飞猛进 我那段时间也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体重长得也很快 虽然长得很大部分是肌肉 但是对减肥人来说依然还是非常可怕的 太尴尬了 那么这段时间我已经把我的胃口控制住了 所以我的体重也没有继续的飙升 现在正在平稳的向下回落 但是我要说但是 虽然人变重了 但是整个体型是看着瘦一些 尤其这个腰整个就直接小了 真不愧那一句腰间的肥肉咔咔掉这个口号 的确是非常管用的 多优秀啊 一只独秀 那么身体上的变化呢 除了腰变小了之外呢 还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地方 哎 你们看这里 这是我今天特意穿了我之前的一个衣服啊 现在我是含着胸子 因为如果我要挺直了的话就是 哎呀对 我都怕这个扣子会绷出去 如果再练下去的话 所以我就不知道自己是到底是参加了一个减肥局 就还参加了一个风行诀 当然胸肌长了之后呢 整个人的力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之前我也就是把我的儿子 呃勉强能举起来 现在能够把他抛着玩 而且这期间呢他还长了三四斤 一开始这个胳膊呢 就感觉细胳膊细腿啊 我疫情回来之后 第一次拍视频的时候 你就发现我这个胳膊粗了一圈 那么以前在打个拳击操作的时候 在游戏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啊 感觉就像是这个小圈圈在吹你胸口那样 感觉啊那种给力给气的 讨厌就不愿和你们这些男孩玩 能气死老娘了 那么现在呢感觉真的是在挥动这个小孤圈啊 非常有力的那种 那么其实根本跳槽我最大的一个愿望啊 就是能够改变我的体质 那么我由于之前的减肥经历呢 把自己的体质变成了过敏体质啊 很多水果都不能吃 比如什么苹果呀 梨呀 前段时间羊眉也不能吃了 吃了羊眉之后也会痒 一到春季的时候啊根本就没法出门啊 特别害怕那些花粉和这个外面的毛毛 今年这个春季呢 我是没有靠药物已经舔过来了 那么跟着练下去 我希望到明年的话 我的身体能够不这么过敏 可以完全不care花粉和羊柳絮啊 而且可以正常吃一些水果 那么我的理想体重呢是145斤啊 希望早日能够达成 我们下期见